hello大家好 我是健哥 20日我们做了英特尔的时代酷睿的首发评测 当时就提到这颗10核的i9-1090K 是来自联想新推出的REN9000K平台机 我不得不说 就算是站在DIY的角度 这也是一台不错的主机 传统品牌机给人的印象就有点像笔记本 CPU是降频的 主板是盖中盖的 散热器是又炒又热的 关键这样的现象 很多一线的信仰品牌也这么玩 我们从REN7000、REN7000三代、REN7000P 一路测试下来 可以说是看着联想拯救者系列 从和友商一样的40分 进步到50分、60分 那么这次的REN9000K、1090K 及2080SUPER的底配板 我觉得可以打80分 我是一个对产品十分挑剔的人 很多厂家看到我就嫌烦 甚至把我拿黑了 所以你看完这个视频 绝对材机子也可以打80分 甚至更好的话 请你打出 AUSTER 首先看一下REN9000K的配置和价格 CPU为REN91090K 10核心20线 显卡为微星代工的2080SUPER 8G 硬盘为2TB的NVME固态加4T的机械 主板是联想定制的Z490 内存为联想定制的16G×4 3500频率 不需要开XMP 直接插上去就是3500 网卡为有线的千兆网卡 加AX201的WiFi6无线网卡 240水冷三热 加上650瓦的金牌电源 目前价格为19500块 就是发货时间有些迟 最迟要到6月19日 我们这台拿到的是工程样机 和实际的零售版本还是若有区别的 主要是主板还是工程版 它有飞线 另外机械是两个1TB的 而不是两个2TB的 不过这都不影响我们去了解这个机子的表现 首先看一下外观 拯救者的REN9000K 整体采用了方方正正的简线设计 前面的边角搭配有弧形 整体没有整啥异形的结构 比较符合我这种老年人的审美 前面为冲网的透风设计 点缀以拯救者的logo灯 保证足够的进风来散热 另外前置的3个ARGB的PWM风扇 为老牌的OEM风扇厂家AVC代沟 拆开前面板 可以看到里面居然还有个可拆卸的防尘网 另外保留了足够的空间 可以安装360的冷排 侧面是一块4.84mm厚的钢化玻璃 采用了4螺丝固定 钢化玻璃相比很多DIY机箱都算是厚的 不过有些遗憾 没有采用一些高端DIY机箱的铁皮包边的固定钢化玻璃 另外侧面安装了个挡板 也挡住电源线和风扇线 虽然一块塑料板子成本不高 但是大大的增加了机箱的美观性 很有点DIY机箱的意思 另外的侧面为金属面来设计 机箱的顶部安装了240的水冷 这是联想定制的水冷 由ABC代工 水冷管的长度刚好 不绕管不多余 这点确实需要称赞 之前很多水冷的故障 甚至漏水都是由于管子过长 需要过多的绕管导致的 联想这里就发挥了整机厂家 可以定制配件的优势 官方宣传是1万台三连无故障 有200W的散热能力 故障率我没法去核实 反正就算万一漏了 也有整机的三连上门售后 散热效果我们后面再说 毕竟240水冷区压i9 确实有些勉强 另外顶部也采用了可拆卸的 冲网设计卡扣固定 相对于DIY机箱常用的磁心固定 各有六式 卡扣固定的我觉得更加牢靠 更适合小白用户使用 顶部的IO接口为开机键 耳机麦克风接口 以及两个USB2.0和两个USB3.0 能给4个USB的前置接口我觉得值得称赞 但是还是希望能对2.0和3.0做出明显的标志区分 毕竟3.0没有用蓝色的接口 而是用黑色 插的时候不太好分别容易插错 机箱的后部也安装了个ARGB的PDRM风扇 IO接口提供了4个USB2.0和4个USB3.1 其中一个是Type-C 显卡接口为3个DP 1个HDMI 不过有些遗憾 显卡没有给Type-C 这样就没法给苹果手机进行快充了 电源接口方面也没有给一个开关按钮 看完外观 我们拆机 看一看具体的配件情况 拆下侧面的挡板 可以看到显卡有支架固定在机箱上 非常牢耗并不会晃动 所以品牌机可以不拆显卡 不填充泡沫就进行运输 确实这点非常方便普通消费者的使用 显卡据说是微信代工的 采用了5热管双风扇的设计 看起来像是万图师的散热器 但是PCB的话不是万图师的 相比之前品牌及常见的盖板卡 正9000P的显卡明显分量重了很多 显卡的散热做工很扎实 自带金属硅板 去掉了很多花里胡哨的RGB功能 只保留了简单的 2080SUPER的绿色logo灯 在DIY显卡里也能算上中等以上的型号 主板为联想定制的Z490主板 对标的是1500块钱 价格左右的DIY主板 这里由于我们使用的是工程样品 所以主板还存在飞线 正式版中是不会用的 大家放心 CPU供电为8加4Pin 8加2向的供电 供电的PW芯片和MOS管 如图所示 支持200W的稳定供电 4个内存插槽 2个MB2的SSD插槽 并自带了金属散热片 1个无线网卡插槽 6个SATA接口 以及4个5V的RGB接口 和2个12V的RGB接口 这RGB接口 给的比ROG的一堆主板都要多了 另外主板提供了7个PWM的风向接口 正好对应的6个风扇和1个冷排 风向接口给的又比一堆ROG主板还要多了 另外2个比较值得注意的细节是 其一是USB3.0的接口 采用了横插的设计 这样的设计相比竖插 固定的更加牢扣 这样的设计在DIY主板上也并不多见 竖插真的很容易碰歪 其二 虽然主板没有设置字简的Debug灯 但是保留了字简的风明器 虽然没有字简的容易使用 但是也能帮助判断主机的开机情况 讲实话 这个主板受限于成本 没有什么太多花里胡哨的功能 但是足够的满足需求 你就不和品牌机比了 相比很多DIY主板的盖中盖主板 还是高的 不知道哪里去了 另外主机的固态采用的是 三星的PM980A 3500Mbps的连续读 和3000Mbps的连续写入 属于高端的NVMe固态 你看看某信仰品牌在它的高端笔记本上 还整天用QLC的固态 6600P 唉 无线网卡为支持WiFi6的AX201 内存为联想定制的320016GX4 比较有意思的是 这个是直接默认的3200的频率 不过有些遗憾 这个内存的时序有些高 电源为全汉的650W金牌电源 不过是个352V输出的 似乎品牌机都很喜欢用这种多路输出的电源 我们自己装机可能使用750W更稳妥一些 不过联想650W肯定也是通过测试的 这里顺便提一下BIOS 联想的BIOS以前都是非常复古 这次居然支持鼠标操作和中文 不过虽然是Z490主板 但是能调的功能不多 主要是一些启动向和RGB的设置 看完拆解 我们来看一下主机的实测 不和你多BB 直接安大64的FPU烤机走起 是停血震弹啊 还是软弹废材 跑过烤机 立马见分晓 在室温25度的情况下 任9000K的1090K在烤机10分钟以后 主频维持在4.77G 功耗维持在200-210W之间 核心的温度基本维持在80度左右 最高的核心温度到了87度 虽然相比1090K的满血的 全个4.9G差0.1G 但是这个成绩已经足够优秀 比达本降频到65W的主机 高的还是不知道哪里去了 在显卡的单烤4Mark测试中 烤机10分钟的温度为70度 频率维持在1749 这个显卡的温度就算放在DIY主机里 都是一个不错的成绩 最后试一下CPU和GPU的双烤 这个时候CPU温度会略高到85度左右 不过显卡居然还降低了2度为67度 从温度和频率的表现上来看 真的是完全摆脱品牌机那种降频机的形象 值得称赞 噪音方面有出所示 只要不是CPU和GPU同时双烤的话 基本是没有太大的噪音的 得于机箱自带的6个风扇和开孔设计 就算双烤的时候 机箱附近也没有明显的热感 说句实话 绝大多数电脑成下装的机子 散热温度表现还不如这个机子 开完烤机 我们再来看一看性能 我们和时代酷睿首发测试中 用技嘉的Z390-254 Pro AX 和360水冷压的i9 1090K做个对比 虽然烤机时掉了0.1G 但是AOS的跑分中却有6340分 比AOS主板上的成绩还略高 在我们时代酷睿首发评测的 几个常见生产力工具中 联想认9000K的表现也不俗 L2的CPU功效可以跑到150W 全核4.88G 成绩就比AOS的主板慢了10秒钟 可能慢了10秒是由于内存的时序高带来的 在PR测试中 2080SUPER的任9000K相比2080Ti的显卡测试 也就慢了10几秒 在纯实CPU的ACTIM的压制字幕测试中 功耗最高也能来到200W 平均大概保持180W的功耗 温度75度左右 跑满了4.97 甚至还比AOS主板的快了两脑钟 当然这个两脑钟我认为是误差允许的范围 最后我们看一下游戏测试 由于目前主流的电竞屏是2K165Hz 所以游戏都是采用2K分辨率录制 GTA5最近在Epic平台上突然免费了 老游戏嘛依然生机勃勃 是否预示的GTA6就要来了 在2K最高分辨率特效下 基本维持在120-130帧 CPU大概60度 显卡大概62度 在试机2K三极致画质中 基本维持了180-200帧 能够跑满2K165的电竞屏 最后我们试一下拳头正在封测的网南洛测 适合IPS的设计游戏 由于游戏的优化不错 2K拳头效的情况下 帧数基本维持在250帧左右 另外联想19000K的价格 并不贵 小米自己去京东一个一个的购买配件 价格也没有差多少 另外别忘了 联想的主机还自带正版的 Windows和Office 还有三年的上门售后 具体感受上门售后可以看一下这个视频 当然我觉得这个主机还是挺复杂的 有些微修认员可能还需要学习学习 还能修理 比如说一个人拆这个学人的时候 还是挺费劲的 说完这么多 我开头就说了 我是一个对产品很挑戏的人 但是我觉得 我能给联想的19000K打80分 确实一些细节之处还存在提升的空间 但是真的进步非常大 拿在DIY的主机里去比 都是不错的产品 看了测试 大家觉得这个机子能打几分呢? 是否能打一个? awesome 那么今天的节目就到这里 喜欢我们的部分方 点赞投币收藏 素质三类一下 油管的观众也别忘了点一个小铃铛 或者点一个特别关注 如果想了解更多的电脑资讯的话 也可以来我们的微信公众号 潮玩客CLK 如果想购买电脑的话 也可以来我们的TOWER店铺 潮玩国度数码 这里是潮玩客 我是健哥 我们下期再见 拜拜